大家好 我是天安阿婆 今天阿婆要做一道传统的点心 千层马蹄糕 夏天冰冰凉凉的 又好看又好吃 很多人觉得它很麻烦 今天阿婆仔细分解一下它的原理 以及重要的几个比例 大家做起来就会很简单 新手的朋友你跟我一步一步来 我们先准备这些材料 首先是这个马蹄粉 我试过很多牌子都差不多 你就是买百分百的纯的马蹄粉 然后就是红糖 就选任意就是颜色是黑色的红糖 不要选那个金糖 就是我选的是椰子糖 你也可以选板糖 或者呢就是这种纯正的红糖 都可以就是颜色黑的这种糖 还有就是白糖 接着就是椰奶 你选什么样的牌子都没问题 我这个是Costco的这个 油脂比较大一点 它这个白色的部分比较浓 但它油脂比较大 还有就是水 这个千层马蹄纲呢 它就是有红姜跟白姜 今天阿婆呢把这个理出来 大家记住 大家记住这两个姜的比例 你就非常好办 不需要去称重啊什么的 我今天做的最后成型 是这样一个方形的玻璃碗 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做红姜 大家记住这个比例 一份的马蹄粉 四份的水 再加上两大匙或者三大匙的红糖 我放的是椰子糖 这个根据你自己需要的甜度 那我这个一份呢 我今天就用三分之一的cup 就80毫升的 其实无所谓 你自己呢要做多 你就用大的cup 一cup 二分之一cup都行 那我那个刚刚好 用这个啊 我先量 好这个是三分之一cup 80毫升一份 这个是一份 好现在同样用这个cup 当成一份 我们要四份的水 一份水 两份 三份 四份 我们现在拿出其中的 两份水 倒到马蹄粉里面 先把它搅匀 我们要过撒一下 看它这里通常会有一些 粉不容易融化 这个粉就很细了 先放在这里 好现在把这两份水 跟这个糖放在一起 好我们现在把它烧开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就是让红糖彻底融化 第二个目的 让这个滚开的红糖水 去冲这个马蹄粉的水 让它糊化起来 一会儿呢 倒下去呢 它就不会水粉分离 这一步呢 是非常的 时间非常的紧凑 要一起喝成 是这样子 先把它烧到大开 然后 要在离火状态下 把它离火 然后把那个姜倒进来 我一会儿操作给大家看 要把它烧到 大方滚 然后里面糖都融化了 这个时候 离火 马上把这个姜 马蹄姜倒进来 要先搅好 搅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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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搅匀搅匀边搅匀搅匀 很重要在这里 这样子它是已经糊化 它就不会水粉分离了 现在再倒回这个碗里 我还需要这个锅 但是不能太浓稠 这个流动性就擦了 流动性擦了以后 那个就不均匀了做出来 现在开始做白姜部分 同样的一份的马蹄粉 有四份的液体 其中两份是水 两份是腌奶 还有两大匙的白糖 同样的三分之一 cup 80毫升的 我用酱酸一份 马蹄粉 这边两份水 好 现在这两份腌奶 这个腌奶呢 不要从冰箱冷藏状态拿出来 应该在室温状态 因为它油脂很高 如果是在冷藏里面 它就是接了油了 那我们在室温状态下 拿出来的呢 也要给它摇匀一下 好 免得它里面去油水分离 不好用 好 这同样的用这个 椰奶是这样 椰奶有椰香 非常香这个膏体 但是呢 椰奶的毛病是什么 它油脂比较大 所以有的人呢 这里加了一份牛奶 同样是白色 那牛奶油脂就没那么大 我还是喜欢椰香比较足的味道 很香的 所以我两份都用椰奶 好 现在我们同样的把这两份水 倒到马蹄粉里面 搅一搅 然后过散一下 压一搅 压一搅 煮不下去了 好 现在呢 把白糖跟椰浆放在一起 这跟前面一样 先让白糖融化 然后把它烧开 好 就这一步比较注意 就是要一气合成 跟前面一样 就是我们先把它烧到大开 这样好计算 好 开始了 好 翻滚了 光火马上拿过来 放在一个地方 好 这个呢 现在我们马上搅 现在 在搅这里 因为锅本身有余热 所以我们要往锅里倒 对吧 不要往往里倒 这样就没问题了 往往里倒 温度又太凉了 好 非常干好 你看这糊化的非常好 因为锅本身是炭的 因为锅本身是炭的 现在再倒回来 现在就是有两种姜 一个是白姜 一个是红姜 好 我现在要的是 需要一个 那个量杯 就是要统一标准的量杯 到时候这个层次呢 它才是均匀的 那么要蒸 这个水呢 记得一定要放足 因为它可能会烧干 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锅比较小的话 你可能要准备一壶开水 随时添加 千万别烧干了 因为我们要烧好几层 好 先把它烧开 好 把我们这个方盒放下去 不需要抹油 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抹油 看了这个水开了 开了 这个锅先放在里面蒸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从红姜开始 这个非常好 每层蒸五分钟 就是中天高火 中天高火 不需要太大的火 你把它蒸透就行了 没有什么技巧 其实我们可以中间打开看 红姜比较好观察 它变透明了 你看 它会慢慢的 现在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没到 对吧 可以看得出来 好 实际上呢 就是说因为我刚才这个比较薄 四分钟就够了 不需要五分钟 但是要看 你如果放的比较厚的话 就要五分钟 你看我们实际可以看得出来 好 这边这样子咬 我发现这个拿去咬不太好咬 咬不满 我们用另外一个勺 给它咬满 这样子就好剂量 好 白姜进去 你看它有流动性 是吧 就会很容易就均匀了 好 现在再四分钟 从第一层开始观察就知道了 其实白姜也是能够观察的 你看你发现它透明了 然后你摇一摇 啊 凝固了 因为很薄 我做的比较薄 比较均匀 你只要这个粉姜呢 轻微的糊化 那么你均匀的放下去 它就可以做得很薄 很好看 对新手再说一句 最关键的就是那个姜的糊化 就是姜的糊化如果太浓 你长不开 它就沉湿就不好看 不不 even 那么如果呢 水粉分离了 没有糊化 那它的问题更多 也就是你基本形成不了层次 为什么 它到里面它慢慢会沉淀 上面那一层呢 水跟粉就很稀了 所以你另外一层倒下去 就会把它冲散掉 今天用的三份一cup 是非常刚好的 白姜红姜都是刚刚好的 好 咱们现在最后一层 翻上去 看流动性多好 还剩一丢丢 也不要浪费 好 最后一层 好 我都每层都四分钟今天 因为我这个是三份一cup 现在巧妇你看这个旁边 就可以看出来 非常漂亮 对吧 这样子哈 火关了 离火 让它自然的稍微凉一下 然后我们放到冰箱去冷藏 到彻底凉透 才能去脱模 千万别在温温的时候去脱模 好 现在已经彻底凉了 稍微的给它推一下 它不会粘的 好 马上就下来了 再提醒一次 用腌奶是有油脂的 尤其是Costco这种 它油脂比较多的腌奶 你可以一半腌奶一半牛奶 也可以纯牛奶 但是我还是喜欢腌奶的香 其实这个马蹄糕很容易做的 第一 比例对了 基本就成功了 第二 胡话做的好 层次就会非常完美 其实你如果不想做千层的话 那就更简单了 我们就用红糖那一部分来蒸 那就是很好吃的马蹄糕 我们中间掰开来看 这个层次是很清晰的 说明我们之前的这个 姜的胡话做得很好 因为用了腌奶 它有油 所以如果福州人 福州人如果有一道菜 你们记得吧 炒肉糕 就是 其实就是地瓜粉炒的 因为它要用油炒 跟那个味道一曲同工 非常的香 真的 嗯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用腌奶 那个香味完全不一样跟牛奶 太好吃了 嗯 又滑又凉 这个夏天特别好吃 凉爽 润滑 很有弹性 而且哈 嗯 好吧我们先 换冰箱